Fran, 我知道你帶我玩 但我去吃東西最厲害 這次帶我去哪個票呢? 終於知道我的金貴了嗎? 這次有什麼要求?儘量滿足你 我的要求就是…打卡很重要 另外,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有深度的人 所以我想做一些有深度的事 打卡…只懂得打卡 是不是…這些打卡? 不是這些, 是要拍我這裡… 夠了… 這裡可以打卡 又可以懂得不同歷史的知識 這裡是適合的 但這裡還沒看到什麼地方拍照 你當然看不到 你先慢慢打卡 我就去找地方拍照 你嚇我…你嚇我, 別人打你 我們平時打卡是為了想要多點讚 或者覺得地方漂亮 但我發現除了你要得到這些讚 我覺得其實打卡本身的行動 如果自己可以看多點, 了解多點東西 我覺得原來那種也是另一種開心 其實我挺喜歡走故事 因為我去旅行的時候, 我也不購物 我會照顧去博物館 我可以去博物館走三天 因為我真的喜歡聽故事、看故事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離我們很遠 但有人願意把這些東西歸納 一起告訴我 我可以去學這麼遠的東西 我覺得是開心的事 Fra, 我知道這裡以前是舊大步景 但現在已經變成活化古蹟了 對, 這裡經過活化之後 就成為了低騰的教育中心 但這裡很大, 我們應該走哪裡好 坦白說, 我也覺得這裡很大 所以我們請導賞員出來 導賞員… 導賞員 Stella, 我想問我們今天會有什麼體驗 第一個體驗帶給你們 就是跟我去導賞 這樣走吧 好, 走吧… 今天我帶你們這樣去導賞 平日記得我導賞之前 留意一下我們的網頁 因為因應疫情, 可能會有些改動 這裡原來是舊大步景柱 現在已經是一個法定的古蹟 它是英國人的殖民四時代 在新界建的第一個景柱 是整個新界第一個景柱嗎 沒錯, 如果算一算距離 現在已經有122年的歷史 這個建築其實是第二期的 歷史建築活化的夥伴計畫 當時我們也很希望 要活化這個很漂亮的建築 在這裡看到很漂亮的 除了當時靜民地建築的特色之外 我們也很希望帶出一個概念 因為很多時候保育 我們不僅要保護建築物 也留意周邊的環境 而帶著我們每一棵都盡量保留 說回這裡的建築 為何我這麼喜歡這個走廊 其實它是有一個智慧 因為當時英國人來到香港 有一件事它很怕的 就是又熱又潮濕的天氣 對, 所以當時沒有冷氣 所以它會在屋外建築這種走廊 有一個瓦遮頭 可以遮蓋太陽 裡面也沒有那麼熱 其實在今天來說 也可以說是一個低碳的設計 我們現在身處的展覽廳 其實是以前的報案室 就是這裡嗎 沒錯 你們也會看到警署的特色 包括我身後的窗房 擺武器的地方 另外你們剛才側面的位置 就是這個機樓室 有些疑犯暫時機樓在裡面 這個地方其實以前是一個警察宿舍 今天我們將它變成一些旅舍 來到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低碳的住宿體驗 因為我們這裡的房間 是不安裝冷氣的 希望大家感受一下這裡大自然的環境 還有利用自然的通風 令感覺舒服一點 其實這裡我也很喜歡 因為我們這裡有一棵大樹 另一棵古樹是一棵榕樹 而在這裡除了這棵古樹可以欣賞 也可以看到我們三個建築群 是否就是我們後面的三棵 沒錯,剛才我們走過的就是主樓 在我們身後的這個就是以前的警察飯堂 現在我們也將它變成一間餐廳 我們這裡也是提供素食 希望在飲食方面也可以做到低淡 另外那一邊的紅磚屋 那個是做一個工作坊 因為環保生活可以很好玩 很多東西都可以用手一起做 我覺得兩種混合在一起很好 我來看古蹟,又不是只看古蹟 但我們想做環保工作,又不是環保工作 如果兩種東西二合為一 就很適合現在的社會 甚麼都要多功能 沒錯 真的,活化古蹟 不只是活化了它,把樣子整理出來 其實裡面有很多用途 都要適合現代人的需要 這樣才能吸引到它們過來 去了解更多一點,我知道 我們來看古蹟 美麗